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 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 无产阶级革命家 政治家 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 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书记处书记 第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央书记处书记 中央纪律检察委员会原书记 中华全国总工会原主席 魏健行同志的遗体 十六号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 魏健行同志因病医治无效 于2015年8月7日八室在北京逝世 享年85岁 十六号上午 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 庄严肃目 哀悦低回 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 沉痛悟 沉痛悼念 魏健行同志 横幅下方是魏健行同志的遗像 魏健行同志的遗体 安卧在鲜花脆白葱中 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 上午十时许 习近平 李克强 张德江 张德江 于正生 刘云山 刘云山 王岐山 张高丽 胡锦涛等 在哀悦声中 缓步来到魏健行同志的遗体前 肃立默哀 向魏健行同志的遗体 三鞠躬 并与魏健行同志亲属 一一握手 表示慰问 江泽民在外地送了花拳 对魏健行同志逝世 表示哀悼 魏健行同志并重期间和逝世后 习近平 习近平 李克强 李克强 张德江 余正生 刘云山 刘云山 沉痛哀悲哀 并向其亲属 表示深切 慰问 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 前往送别 或以各种方式 表示哀悼 中央和国家机关 有关部门负责同志 魏健行同志 生前友好 和家乡代表 也前往送别